- 歡迎收看Hanlon夜夜秀,Albi - 其實我有時候蠻佩服你的 - 為什麼? - 就你竟然敢接一個這麼政治的節目的主持棒 - 我也蠻佩服我的主持 - 沒有吧,就想說可能只是來開開玩笑而已啊 - 我怎麼知道會變這樣 - 因為很多台灣藝人是不敢碰政治的,你知道嗎? - 我知道 - 可是有些在台灣的外國人,他超愛碰政治的 - 比如說今天這位來賓,各位觀眾 - 讓我們掌聲歡迎大馬歌手,黃明智 - 歡迎,歡迎 - 哇,有禮物 - 啊,謝謝 - 耶 - 哈囉,大家好,大家好,大家好 - 這個是挖鏡嗎? - 這個是他們戰爭用的,可以偵測到紅外線這樣 - 對,因為這個專輯,我的最新專輯 - 是講戰爭的 - 對,反抗,反動之類的一些 - 就你剛剛講的,很喜歡玩政治這樣 - 我還以為是你準備台灣要戰爭了 - 也是有啦,差不多了 - 已經開始販售這款眼鏡了 - 這個有在賣嗎?好不錯喔 - 沒有沒有,這個網路上買的 - 喔,你應該量產的 - 應該不是在淘寶買的吧 - 好像是耶 - 要為一下造型師啊,要為一下造型師 - 好,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- 黃明智是馬來西亞的華裔創作歌手 - 他的作品呢,不只多次入圍金曲獎 - 還有金馬獎 - 已經連續拿下第三和第四屆走鐘獎的最佳MV獎 - 是一位全能的斜槓創作者 - 那他的單曲呢,玻璃心 - 在中國剛上架就被全面下架 - 可是呢,在Youtube連輯已經超過七千萬次了 - 這個MV很符合我們這個秀的調性 - 這有關聯的,因為你被禁了嘛 - 全部被下架,他們只好出來看 - 對,是有關聯的,這樣件事情 - 欸,可是你的點閱這麼高 - 你應該是台灣現在的超級一線歌手 - 不過最近你的MV,竟然只花了六百塊 - 最近的 - 因為最近想要拍一支動畫的MV - 然後就跟那個公司討論 - 結果他們就說要花六百萬 - 然後我們就off - 陳丁病,你神明你自己拍啊 - 然後我們就研究一下 - 後來他就研究到說 - 最近AI就出來了嘛 - 你輸入一些文字,他就跑那個東西出來 - 就可以自己做MV了 - 所以所有的動畫,無論你要做什麼炸彈啊 - 還是什麼世界末日啊 - 什麼未來世界啊 - 只要你付六百塊註冊就可以做了 - 所以整支MV你只花六百塊 - 全部都AI做的 - 是 - 哇,有看過嗎 - 非常帥耶 - 各位 - 剛出來的聲音 - 剛出來的新歌 - 沒人看過 - 我看過,你沒看過 - 那下次我看過 - 我也不要花六百萬好了 - 欸,我發現你真的是很喜歡 - 東秤西秤 - 因為你蹭了全台灣的一線的所有 - 不管是主持人也好 - 藝人也好 - 歌手也好 - 還蹭到日本的AV女優 - 那個是夢想啦 - 每個男生的夢想嘛 - 那為什麼不來蹭一下夜夜秀 - 還是你要拍AV - 滿有看頭的喔 - 在台上 - 還是你幫我出一個AI版的賀龍AV - 因為雞雞是AI版的 - 對,對 - 然後你就跟小玉一樣 - 別裝去管 - 你有沒有下一位即將要蹭的歌手啊 - 應該有,我在計劃大咖的 - 很大咖的 - 這個先不能講 - 這個是商業機密 - 那你合作過的人 - 有沒有最特別的人 - 比如說最難搞的 - 有一個 - 立紅哥 - 很難搞 - 飄向北方 - 是是,那時候跟他合作 - 滿難搞的 - 怎麼樣難搞 - 就是因為跟他在混音的時候 - 因為他自己在飯店錄的那個歌 - 就我們沒有機會進那個錄音室裡面 - 他沒空 - 他在中國上節目那時候 - 就還很活躍的時候 - 他就拍連續劇 - 還是拍戲之類的啦 - 反正他就沒有空錄 - 他就說那你在你飯店 - 想辦法隔音自己用一用 - 他就錄一錄來了 - 到最後有些東西要調音 - 可能我們這裡混音要配合 - 然後他就說這個要改 - 那個要改 - 這個不行 - 那個不行 - 然後一直要改 - 然後就是他自己錄的東西 - 他一直要改這樣 - 然後我就說那這個我可以 - 記者問我你難不難搞 - 我說可以說嗎 - 他說很好啊 - 這個講出去很好這樣 - 他覺得是好事 - 這樣是好事 - 就是龜毛是好事 - 他覺得 - 對 所以可以講這樣 - 那其他人呢 - 其他人應該就不太能講 - 因為我是蠻好奇 - 因為你最近有跟一位女性主持人合作 - 你說陶智姐嗎 - 我這場專機有合作 - 陶智姐 - OK的 - 很棒 - 真的喔 - 是喔 - 怎麼會這樣 - 發生什麼事嗎 - 我這邊超好搞的 - 真的 沒事沒事 - 真的 - 我有看到新聞啊 - 就是你跟陶智姐合作 - 好像你賠了一兩百萬 - 那個不是她的問題 - 那個是因為我們要買那個歌的版權 - 因為那個歌 - 那時候陶智姐找我remix她那首姐姐妹妹站起來 - 然後我就要幫她remix - 然後裡面就會用到一些詞跟曲嘛 - 舊的詞跟曲 - 然後我們就要去跟那些前輩去買這個版權 - 後來就拖了一年多這樣 - 後來就拖了一年多這樣 - 所以要先買好版權再開始做歌 - 是是是是 - 不要像熱狗一樣 - 我不知道是 - 這是我不清楚 - 不是很清楚人家的流程 - 第一次看謊名字這樣 - 對啊 - 如果我知道那一幕我一定講 -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他們發生什麼事情 - 好啦 - 因為去年台灣國慶日的時候 - 你發文祝福中華民國生日快樂 - 現在每個歌手都不敢講這個話耶 - 其實我不知道他們不敢講耶 - 我就是祝福而已啊 - 因為我被受邀 - 是耶 - 因為我過海關就是那個 - 就是該中華民國的那個章進來的 - 然後我受邀表演的是那個 - 中華民國的國慶 - 對 - 然後我時間到了 - 我就祝中華民國國慶日 - 政治快樂 - 有什麼錯我不知道耶 - 然後很多人就這個反應給我 - 喔 - 欸我很好奇就是你那麼 - 會捍衛自己的 - 怎麼講 - 對國家的意識啊 - 還是主權這方面的理念 - 那你怎麼看台灣這次的大選 - 你有關注台灣這次的大選 - 你有關注台灣的這次的 - 好笑的其實 - 沒關係啊 - 台灣的政治 - 一向來都很好笑啊 - 我想問你一次 - 你覺得誰最好笑 - 好笑喔 - 應該是郭台銘吧 - 好 那回到這一次專輯 - 有哪一首歌是你這一次覺得最喜歡的 - 主打啦沒有說最喜歡 - 裡面主打就是千千萬萬個我 - 就是你說那個AI的MV - 是一個反動的反抗的一首歌曲 - 是那時候我在那個白紙運動的時候 - 就有靈感 - 因為我看到那個白紙運動的畫面 - 還蠻感動的 - 我不知道你們的感受 - 我看是很感動 - 就好像十幾年前的馬來西亞一樣 - 就是那時候沒有人敢出來 - 出來就會被抓起來 - 可是還是有人站出來 - 不如我們現場就來這一首歌 - 怎麼樣 - 好好可以試試看 - 有準備嗎 - 有有有 - 哦 - 各位觀眾掌聲給黃明志 - 還有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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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漸漸彎彎的我 還有我 還有我 - 飛蛾衝撞烈火 去爭奪 - 像個英雄 - 就要轟隆隆 - 一起昂首充分光榮 - 不願再忍受 - 不願再低頭 - 不願再被他踩在腳下不還手 - 拒絕在沉默 - 拒絕在退後 - 當鐵拳已經重重摧在我的頭 - 路上匆匆行事走柔 - 有人變成了骷髏 - 有人斑抗辯駁 - 我願化作燎原之火 - You know you're not alone - 除了你還有我 - 還有我 還有我 - 切切萬萬的我 - 還有我 還有我 - 當決心要打破 - 不退縮 不怕墜落 - 給他轟隆隆 - 抱緊最後決不會放手 - 喔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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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喔 - 飛蛾衝撞烈火 - 去爭奪像個英雄 - 就要轟隆隆 - 一起昂首充分光榮 掌聲給黃明志 謝謝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感謝感謝 謝謝